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近日侯佩曾与老公黄伯俊 一起看了他与黄于明的吻戏片段 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侯佩曾与周于明在海边拍席热吻 黄伯俊看到只跺脚 似乎事先并不知情 他拿着手机想要放下 却又忍不住想看 最后仿佛是忍着情绪看完 笑容逐渐消失 前不久周于明和刘涛主演的《大宋公子》播出 只是谁也没想到 开播之后电视剧竟然高开低走 不仅刘涛演少女被朝身材粗壮 男主角周于明同样被大家吐槽演技差 回望他自从F4示威的这些年 似乎再也没有过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 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可以取代花则类 着实让人唏嘘 戏演不好没事 周于明的闲钱多到能任性玩票 1981年周于明生在台湾宜兰 外婆一看 这个娃儿咋这么胖呢 和猪仔一样 那就叫仔仔吧 爸爸听了不出声 他希望儿子要有既视之心 所以深思熟虑 给儿子起为周于明 后来娶一名周于明 作为家里的小儿子 周于明非常得宠 虽然爸爸不善言语 但对儿子的爱却非常深 爷爷做的山东美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擀面条包饺子 山东葱油饼 姑姑也会做炸年糕 相比起来 妈妈的手艺就差多了 只会煮泡面 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 父母感情不合选择了离婚 妈妈远走去了台北 周于明和哥哥留下 和爸爸生活在一起 爸爸的话语更少了 小小的仔仔也变得安静 并且慢慢自闭起来 随着长大上学了 因为自己的家庭缺陷 仔仔在学校里 受到了同学的欺负 并且因为没有妈妈在身边 受到嘲笑 周于明越来越忧郁 长大后更被称为忧郁王子 还真不是他故作姿态 他不光忧郁 还特别敏感 从小就经常听到别人说他帅 小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概念 到了中学 越来越多的人夸他相貌 弄得原本就个性十分内向的他 压力好大 每天总要花很长时间整理门面 才敢迈出家门 更想不到 以后他会迷倒万千少女 还被台湾媒体票选为 台湾第一帅哥 精心打扮的仔仔更帅了 女生的情书也如雪片一样 飞向了他 从中学开始了恋爱之旅 那时候情斗初开 恋爱也像过家家 周渔铭体验了几段青涩的恋情 高中毕业之后 为了他以后的发展 爸爸让周渔铭随妈妈在台北居住 在城市里面 见的世面更多了 他在朋友怂恿下 拍过平面广告 他和拍平面广告的搭档 成为好朋友 好朋友想去一个剧组去面试 喊上周渔铭陪着去 这个剧组就是流星花园 当时柴志平已经定下了大S的女主角 但是F4中的花泽泪让他伤透了脑筋 大S就说 整个台湾都找不到花泽泪这样的男生 陪伴朋友来面试的周渔铭 躲在扶龙公司的楼梯间发呆 正好被柴志平看到 柴志平立刻走到他面前问他 你想演戏吗 周渔铭干脆回答 不想 柴志平说想和你谈谈 周渔铭差点没下婚 连说话都发抖了 他好紧张好紧张地告诉柴志平 不行了 我不能上电视 后来他说出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 他觉得自己国语不标准 他自己一开口别人会笑 第二个原因是 上了电视以后会被朋友们吐槽 柴志平连哄带骗 叫他先到公司上表演课 并且让导演蔡月勋坐在门边 防止宰宰偷跑 导演给柴志平反映宰宰没有偷跑 而且发现他45度角非常上镜 终于他拍摄了第一部剧 流星花园 在这部剧里面有两个女人 成为了他生命里面重要过客 就是徐伟伦和大S 2001年流星花园横空出世 女生们就喜欢道明寺 还是花则类分成两派 男生们好像不屑于这些 却出现了很多私人团体 成双坐队六弯 还没事坐在栏杆上 扣子开到胸前 周渔铭火了 他的感情经历立刻被娱乐媒体紧跟挖掘 很快传出许文艳是周渔铭的女友 但是两人都回避媒体的采访 许文艳当时经常出现在周渔铭身边 不过周渔铭向人介绍助理的时候 都说是自己的母亲介绍过来 照顾他生活的 本来是助理的身份 又因为周渔铭的爆红 最后两人还是不了了之 具体的原因也是没有人知道 同样因为流星花园爆红的大S和周渔铭 开始有了暧昧的气息 只是大S当时有男朋友是蓝正龙 男友也出演了流星花园 但这不妨碍周渔铭和大S关系越来越好 周渔铭经常受到大S精心给他准备的礼物 但是两人的关系没有进一步 因为周渔铭向媒体说 大S认了他做干弟弟 两人姐弟情深 流星花园之后也是联系不断 2002年周渔铭接派了狂爱龙卷风 这部剧里有朱孝天还有徐伟伦 当时就媒体爆料两位男主 周渔铭和朱孝天都对徐伟伦有好感 不过朱孝天很快就否认了绯闻 周渔铭却含糊不清 开始表示两人是好朋友 被追问未来是否会有更进一步的机会 也不否认 很快两人的恋情浮出水面 被派到一起回家一起去夜店 周渔铭甚至还带徐伟伦去了自己哥哥的订婚仪式 这差不多是见家长的地步了 徐伟伦当时也是出演各种偶像剧 两人也算是金童玉女 只是两人的关系一直不太稳定 不光有周渔铭和大S的暧昧姐弟关系 还爆出过因吵架周渔铭自残歌手的新闻 估计是感情问题让他的抑郁症加重了 2004年《仙剑奇侠传》准备开拍 男主角准备选一个名气比较大的 周渔铭是候选人之一 但是周渔铭的公司想让他以花美男的形象 继续出演偶像剧 正好战神剧组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女主是大S话题度肯定高 周渔铭推调《仙剑奇侠传》 这让原本出演配角的胡歌简陋男主角 周渔铭和大S两人拍了被认为定情之作的战神 无论是巅峰之际还是现如今星途暗淡 周渔铭的生活水平都没有下降什么 俨然是一个圈前小王子 早在2005年 周渔铭参演台湾偶像剧的片酬 就已经是每集25万台币 约合人民币5万7 超过严程序成为队内第一 2005年7月 周渔铭飙车时出车祸 刚出名挣到钱的时候 周渔铭就想买一部跑车 愿望实现了 却有了这场车祸 当时大S第一个赶到了医院 而徐伟伦却没有现身 紧接着小S的前男友黄子娇出来爆料说 周渔铭已经和徐伟伦分手 转练大S 大S当时和蓝正龙一月前刚刚分手 黄子娇爆料后 大S便直接承认了和周渔铭的新恋情 他说我和仔仔已经是超越男女朋友的关系 周渔铭也甜蜜回应说 大S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两人恋情如偶像剧一般 山菜没有和花泽泪在一起 两人在现实中却在一起了 这让两人的粉丝热泪盈眶 他们也没让粉丝失望 出席活动时带着情侣项链 不光在康熙来了上拼命发糖 周渔铭也开始常住大S 那个非常热闹的家 和他家人一起生活 平时初双入队 每次都是十指紧扣 就像连体音一样 大S也毫不掩饰 几次公开说想结婚 但是周渔铭暂时不能做出决定 这会不会让性情真挚勇敢的大S受伤 不得而知 2007年发生了一场意外 就是徐伟伦出了严重车祸 他在医院抢救了两天 还是撒手人寰 两年前的一次车祸 让周渔铭和大S走到一起 两年后的这场车祸 让前女友离开了人世 这让周渔铭非常痛苦 也许因为对前女友的愧疚 她的抑郁症加重 并且暴受 关在屋里不想出门 大S的闺蜜后陪曾爆料一些细节 就有周渔铭经常把大S关在家里 陪着自己 不准她外出和闺蜜约会 这之后就爆出 大S和周渔铭开始分头行动 不再当联体音的系列新闻 半年后 也就是2008年1月14号 大S一方突然宣布 以协议分手 然后两人默契发表 升华说 就是把爱情升华了 大S升华到一辈子的朋友 而周渔铭则说 关系已从情人升华到家人 关系亲密 好过从前 不管怎么升华 两人偶像剧般的爱情到此结束 好在周渔铭还有钱 能够支持潇洒的现实生活 正当台媒苦思 两人分手的真正原因的时候 周渔铭又被爆出 绯闻恋情 只是这次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次居然是修杰凯 爆料的台媒自称有证据 因为周渔铭曾自称修杰凯是自己 唯一一个个性相符的朋友 自己在台北买房子 也是为了和他一起住 这应该是知己朋友 或者是好兄弟的感情 被媒体一渲染 又成了有偶像剧味道的恋情了 两人当时确实非常好 不光无数次被拍到一起逛街 还很有夫妻像了 那后来我们都知道 修杰凯和贾静文结婚了 贾静文也不在意 因为贾静文也有同性恋的传闻 还是因为和修杰凯在一块后 绯闻才停止的 从大S和周渔铭分手后 周渔铭和修杰凯同住两年 后来修杰凯和周渔铭不在一起同住了 感情也慢慢疏远了 修杰凯和赵又廷的关系 又因为贾静文和高远远 开始走得更近了 之后周渔铭也与朴恩惠 李冰冰陈妍熙相继传过绯闻 不过都是在作品上映期间 很可能就是炒作 可以忽略不计 曾经节目上主持人曾经问周渔铭 有过什么样的女朋友 周渔铭说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白的黑的都有 然后周渔铭又说了 希望另一半要有灵性 他也确实找到了灵性的女朋友 2008年 郁红渊出演首部电视剧《这里发现爱》 这部剧里还有周渔铭和朱孝天 这是郁红渊和周渔铭的首次荧幕合作 两人也因此认识 郁红渊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 毕业于台湾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之一 辅人大学 长相也是甜美可人 周渔铭主动追求郁红渊 两人开始了恋情 虽然被媒体多次拍到同居送豪车 一起庆生 看烟花 拥吻 也一直没有回应 直到2015年 周渔铭公开两人关系并结婚 紧接着 郁红渊怀孕生下女儿 台湾第一帅哥周渔铭的感情终于结了果 戴S也早在2010年嫁给了直男王小飞 也是这一年 周渔铭的身价再次水涨船高 以大中华区八位数酬劳 成为台湾新生代男艺人里最圈钱的一个 五个广告就进涨了四千多万 而台湾第一帅哥的绯闻并没有结束 戏剧性的是2016年 一位泰国女子大爆料说 周渔铭2015年在泰国拍电影 杜拉拉求婚计时 和自己发生了关系 这位女子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痛斥周渔铭使乱中气 并且在发布会上公布了证据 就是聊天记录 这个女生还说 起初自己知道周渔铭有女朋友 因此一再拒绝 但后面周渔铭向他撒谎说 自己已经跟女朋友分手 所以两个人才发生了 超乎一夜情的关系 直到对方回台湾之后 女生才知道他已经登记结婚 根据女生展示的证据 好像真有其事 聊天记录中的照片 和周渔铭本人很像 对于这个爆料 周渔铭团队发律师函 要告这名女子 结果只是发了函 并没有真正起诉 好玩的是 舆论也纷纷表示不介意 毕竟是台湾第一帅哥 这女的明显就像是碰瓷 这之后周渔铭微博就停更了 应该是他专心顾家了 还被拍到和妻子玉红渊一起送女儿上学的温馨照片 大S也刚刚庆祝了结婚十周年 真是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结婚之后的周渔铭一直在赚钱 他名下有好几套房子 一套自住 一套给父母 一套给哥哥嫂子 他还会找专业的理财师帮忙理财 婚后两人曾在2019年 以1.9亿台币约合人民币4378万的价格 买下一座豪宅 邻居是影帝张震 富商郭台铭之流 今年周渔铭女儿上幼儿园 一年学杂费为90万消息 不禁而走 可见周渔铭的豪持续了多年 有如此后世的财力充当后方 也难怪他这些年不红 毅然生活滋润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